3月23日电影春娇与志明登陆广州做宣传活动 现场只见片中主角无一到场 只有导演彭浩翔与意外现身的黄晓明现身为该片造势 活动期间被显虚弱的杨幂突然现身向众人表示歉意 她表示自己已发烧两天 所以无法将今日的活动进行下去 她向众人表达完歉意后便被助手搀扶匆匆离去 因为导演彭浩翔 透露将会筹划第三步 而被问是否会继续沿用前两步中 余温乐阳牵挂的固定组合时 她表示如果别人去演就不可能再拍了 当年因为第三季只有 因为市民跟春娇是不可能要别的人去演的 别的人去演就不能拍了 所以还有除非是余温乐阳牵挂 他说我不拍戏了 试景啦 这样就可能是余温乐阳 他家里有一个有钱的女人 他就不在拍戏就生小孩 这样我们就不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